HELLO! Ladies and gentlemen,我是盧俊和開會的片段 歡迎開始步驟 我的腰狗球隊 歡迎收看今天的中國有奇葩 No.6 太誇張 難同這樣玩妹妹 前陣子在中國流傳出了一段影片 有一個人搭火車時看到了一對弟弟跟妹妹在玩 那原本是很正常的事情 但是看著看著 欸? 不太多情 這弟弟好像已經 玩過頭了 他玩什麼東西呢? 他玩自己妹妹的 欸跟欸 這好像就是玩太大 那家長呢 就在這個火車後面 卻沒有發現自己的孩子已經在玩了一些超友誼關係和玩的遊戲了 好啦 那這個錄影的人就說 後面的家長是爺爺跟奶奶 如果是這種隔代教養的話 這部分 關於身體方面的這個教育好像沒有好好教 改天在玩了圈圈跟XX的事情 那就太糟糕了 後面他還提到 中間其實妹妹有被抱到後座去 但是 男同不知道是不是太興奮 也跟著跑到後面 繼續跟奶奶玩這樣子的超友誼遊戲 那家長看到呢 也奇怪 沒管 好像沒覺得怎樣一樣 真正是小時候爺爺奶奶是不是都像是玩長大的 所以他們也覺得見怪 不過還是 他們就 也不知道怎麼叫 還是 不知道 一切都是明天的玩 那這個發現事態不對勁的人呢 錄了下來之後呢 把影片給 鐵道的警察 請這個鐵道警察去關心一下這件事情 那個 警察 回覆的內容還蠻有意思的 說他們會關切這個事情 然後找到他們的家人 再教育 喔 看來這家人 以後要在新疆見面了 畢竟 再教育 可是中國最拿手的 而且呢 新疆也是教育的最佳地點 我相信他們應該要去新疆再教育 No.5 中國大媽不要臉 天下無敵 有一個在中國鄉民說了他舊媽的驚人事蹟 這個中國鄉民呢 他因為工作關係買了一台新的電腦 原本舊的電腦呢 他就賣給了自己的朋友 賣了大概一千塊 那他的舊媽 聽到了這個事情呢 心聲不滿 你沒用 你拿給我女兒用啊 你的舊電腦拿給他 他寫論文啊 舊電腦 你寄回來吧 好呀 我早就賣出去了 我賣一千塊 我還要寄回來給你 什麼邏輯 不過這個時候 舊媽使出了最經典的絕招 家人情緒勒索大決 這個中國鄉民呢 覺得非常奇妙 我電腦不用 我不能賣 我就一定要送給你女兒 什麼鬼 好 舊媽眼見 討不成直接越級打怪 找這個鄉民的媽媽 找他談 不過好險 這個媽媽呢 非常通勤達理 雖然說這個媽媽聽著舊媽在抱怨 但是心裡面意就是挺正的女兒 媽媽後面回了一句話 不然你用一千二把他給買回來嘛 非常之爽快 後來舊媽也就只為一個貼圖 就結束對戰 果然是大媽心態 這種 你不用再給我的想法呢 也不是第一次聽到了 好像整個全世界都為了你賺一樣 這跟中國西大大一樣 好像全中國都啊 為著他賺 為著他生活 動不動就我們14億人怎麼樣 我們14億人怎麼樣 這個中國大媽真的是 完美的沉寫了習大大的思維 我們歌頌他 敬北拉 Number 4 帥氣的代替智障哥哥相親 婚禮當天GG了 我們的鄰國 中國那邊呢 總是有一些 明明就應該是讓人難過的新聞 但卻又 覺得好像略帶喜感 就例如下這個 帥氣的弟弟呢 代替智障哥哥相親 對方呢 也都談好了 覺得可以結婚 恩 結果婚禮當天 才把智障哥哥 就是那個真正的新郎 給帶過來 然後 他們覺得這樣寫得通 就男方覺得這樣寫得通 我覺得這件事情 不管是誰來 應該都不接受吧 到底是哪一件事情 會讓你覺得對方不會發現 事情不對勁 好啦 事情不要看之後呢 這個媽媽說 就這兩兄弟的媽媽說 當初 雖然是弟弟去 提親的 但我們從來沒有說過 是弟弟去結婚啊 哇靠 這個在中國結婚 也要玩這種文字遊戲 那又不寫清楚 真的不能隨便結婚啦 好可怕 那女方當然就直接當場拒絕 原本這件事情 應該就這樣子落幕 不過 女方也不是省油的燈 對方給了 你已經80萬人民幣 直接不退還 無同獲得那個台幣 350萬左右 在中午 要支付就是這麼簡單 他們用的最常聽到 但是也就是練無言的 精神損失作為不退還的依據 女方覺得 精神有受損 因為這個損失值得300多萬 啊 我真的只有開了一次演技喔 他們的精神損失呢 動輒就是幾百萬 好可怕 那像我們上一集講到的那個 台灣嘛 有一個人去過往全聯 服務生不敢說謝謝 精神受創 要對方賠兩萬五 嘿你看我們台灣 多友善 就算我們的精神受創 嚴重受到打擊 也只要你賠兩萬五 你看 我們台灣人 好相處多了 這個中國的不太一樣 3 智障而生下正長孫 事情不對勁 中國NTR的系列幾乎每一個禮拜都可以看到一個 不知道到底是怎樣 不知道NTR的你 好啦不用了解 反正就是 壞壞 事情是這樣的 嗯 我們的西台灣那邊 有一個報導 有一家五款 做了一場親子鑑定 那為什麼要做親子鑑定呢 因為爺爺娶了一個殘疾人士做老婆 然後生下的臉的孩子呢 都有姿勢上面的問題 然後這兩個孩子結婚之後呢 生下的這孩子呢 也就是爺爺的孫子 竟然是正常人 很奇怪 那很多萬人都說啊 這孫子啊 一定是爺爺 跟他的媳婦 也就是爺爺 跟兒子的老婆 生下來的 當然這爺爺就覺得 這怎麼可以 爺爺下這口氣呢 我怎麼會搞我兒子的老婆呢 汙蔑我 不行 你做親子鑑定 結果驗出來 就是爺爺的種 對啊 這爺爺是不是智商又有問題 啊你都知道 你就是有搞過人家了 這已經最正確鑑了嗎 這孫子就是 很明顯 一定爺爺跟兒子的老婆高了 好 那你都明明就自己心智肚明了 你還去做這個第二間鑑定 有病啊 好 那一生跟一家人講這件事情的時候呢 爺爺並沒有絲毫的想法了 就是好像沒有 沒有很 很懺悔那種感覺 還露出一點邪惡的微笑 我還是覺得 自己這麼好 還可以生 很厲害 還是覺得我NTR到自己的兒子 感到開心 無論是哪個 這個來自中國鬼爺 都太噁心了 拜託 我看鬼父已經覺得受不了了 還來個鬼爺 啊 日本片 真的不能看太熱 啊你們不是很仇日嗎 轉天看日本片 幹什麼東西 Number 2 中國小偷偷走這東西 這個新聞出來的時候 大概在八月點的時候 也就是暑假 微生的時候 每一個學生的惡夢 除了是 每天要上學之外呢 通常有那個老人的暑假作業 是不是 你們是不是都特別討厭 暑假作業 跟寒假作業 好啦那中國呢 通常也是這種 有一樣的困擾 但不知道是 壓力過大 還是怎樣 現在竟然連 作業 也好用偷的 事件發生在中國江蘇 那邊有一個經營零售業的女老闆 她的店裡面呢 被偷了 小偷並不是偷什麼錢啊 用品啊 她偷的是兒子的暑假功課 哇 明天啊 這完全是毀了個小朋友的 整個暑假 最後面幾天的心血 為什麼要強調最後面幾天的心血呢 是因為 誰會在暑假一開始 就可乖乖寫暑假作業的 誰 誰 有沒有這種奇葩 來留言 我想知道到底有沒有這種 天真可愛的孩子 抱歉我就特別壞 特別偷懶 特別 嗯 平常的那一個 最后面幾天 三四天 頂多一個禮拜 在拼石拼火 趕功課那一種 我記得曾經偷懶到的 最高境界就是 最後一天寫一點點 然後 隔一天上課的時候 找自修的時候 猛招同學 我做過最猛的 應該是這個 真的不好 那這份暑假作業呢 很可能就是那個小孩 連續幾天都不出去玩 不看電視 拼石拼火趕忙的 但就這樣子被幹走 這個 中國小偷的眼光 真的 讓我開了眼界 真的跟我們一般人不一樣 為了自己的孩子 要幹的不是錢 而是他媽的暑假作業 為什麼 為什麼為了自己的孩子呢 因為我覺得事情很不對勁 女老闆懷疑這個小偷 是想拿這些廢紙去換錢 不過我覺得這個小偷 一定是為了自己的孩子 才做這件事情 要錢 我幹嘛不直接去偷錢 偷一堆紙 拿去換錢 不如直接偷一堆錢 對吧 這邏輯才對吧 怎麼看 都覺得是 這個小偷覺得自己的小孩 趕不出暑假作業 完蛋了 為了自己小孩的命著想 他覺得去幹別的小孩的暑假作業 來給自己的小孩用 我覺得一定是這樣 平常在我們台灣的聽到 爸媽去更天上去偷東西給孩子吃 已經夠感人了 在中國還有人要偷別人的小孩的水 要作業給自己的小孩用 這種父母愛 真的 令人動怒 中國爸媽 好棒棒 No.1 93歲 蜘蛛人 你看過他 雖然 蜘蛛人在中國 不可以上映 但中國人民很可能是太想看了 幹對自己來當蜘蛛人 那學會當一個好 這蜘蛛人 該怎麼做呢 首先你得 學會爬 公運外獎 這絕對是 基本中的基本 那這個年賣的蜘蛛人 他已經 93歲 他開始訓練自己當蜘蛛人 人家是 責任越大 他好人家那個人是 年紀越大能力越大 那他會開始這麼做的原因 竟然是因為外出沒帶鑰匙 無法回家 那因為他們家的年輕人 如果忘記帶鑰匙 都是自己爬公寓去外牆拿鑰匙 再下來開門的 那身為蜘蛛人家裡面的一份子 那當然他也要 學會這種技能 那整天看著這家人 爬來爬去爬那個外牆 他們的鄰居都太習慣了 見怪不怪 完全不會有其他的驚訝感受 不過看到 這卡公在爬 我相信他們第一次看到的時候 也是驚慨萬分 我有個提議 就是你要不要乾脆直接把鑰匙丟掉 直接以後都用爬回家的就好了 畢竟你們這麼愛爬 又這麼愛忘記帶鑰匙 這表示爬牆其實也並不是困難的事情 那你們乾脆就直接在鐵欄杆那邊 在二二樓那邊左右 加一個門 鑰匙就放在那個鐵欄杆附近的某個本在下方 然後呢你們就睡大門在那邊 然後爬上去之後呢 直接拿鑰匙 直接開牆 呃開門 然後走進去就好了 就不用拿了鑰匙還會再爬下來 開大門 這多不方便 要不要 以後你們就直接在那邊射一個門 搶給他招穿 射一個門 以後鑰匙就放在那邊 但你們只要爬一趟 不用再爬下來 多不好 雖然說這樣子爬上爬下 讓93歲的老阿公 訓練自己的身體是還不錯 不過 人家93歲了 哪一天摧毀了一個差錯 手腳突然一個沒力 抽筋 啥的 那很快你們就要去幫阿公抬箱片囉 好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了 抽著這個93歲 93歲的阿公 還可以爬公寓外牆 今天中文影片 值得你按一個讚 影片的最後面墨鏡哥要提醒你 墨鏡哥最近已經開了各式不同類型的頻道了 比如說鬼故事的 那遊戲有遊戲的 之類型有之類型的 如果你有喜歡看的 創定了類型的影片的話 那千萬不要忘記 去訂閱這些不同的副頻道 以後墨鏡哥把這些不同類型的影片 發到各式該有的頻道去 以後就不會在主頻道看見了 所以千萬不要忘記 趕快去訂閱這些不同類型的頻道 追蹤起來開鈴鐺 那我們就明天再見啦 See you tomorrow Bye Bye I need you know I need you know I need you know